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创科KOL 脊骨对每个人都很重要 但平时我们验脊骨很多时候都是靠X光进行 但现在在科学院这边有间初创公司 他们想到用三维超声波技术 去帮不同人检查脊骨 到底这个方案有什么特别 我们这次邀请来郑永平和郑教授和我们谈谈 郑教授 其实想问 我们传统要看脊骨很多时候都是照X光便完成 其实这个方法有没有问题 先驱使到你要研发三维超声波的方案 好 大家都知道X光是很常用的方法 直主或者直主側弯都是用X光 这是我们医学上用的根标准 它是很准确地可以知道弯曲的程度 但我们大家都知道X光是有博射的 博射对人体有一定的外界 特别如果是直主側弯整个治疗的过程中 通常都是青春期的 到底有没有多大的影响呢 根据2016年丹麦这些学者做了一个研究 他们追踪了25年 那些小孩都在成年的时候 假设他们平均受到X光的照射 在他们的治疗过程中 到底长大之后 他们硬症的发病率高多少呢 都挺惊人的 主要X光的小孩 因为直主側弯而主要 他们的硬症发病率可以比正常的小孩 高4.8倍 另外一方面 X光我们知道是一个平面的图 但直主側弯通常是一个三维 它有旋转 前后弯曲 左右弯曲 所以在X光上有一定的角限性 其实是否意思是 如果小孩或学童 直主側弯要照很多X光 即使一般安全的话 对它来说也会有危险 通常X光大家都知道是一种积累的效果 在小孩或直主側弯后 在香港也是一样的定期 要做检查 可能六至十二个人 要做X光 如果中间有些治疗要做 可能会做得更加多些 平均计出来 在过程中 清算机过了之后 这段时间 他们大概需要做十六张 如果转用超声波 有什么分别? 超声波其实是没有辐射 但会有其他问题 会放进去? 刚才你也觉得很好 超声波是没有辐射的 因为没有辐射 所以医药上有很多应用 我们知道 例如胎儿 或者远造了心臟 都是用超声波去看的 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辐射 同时 它又可以拿到三维 这个三维是我们需要有一些步骤去做的 将它变成三维 这正是我们公司的产品 的特点 可否说多一点 其实三维是怎么做出来的? 我们普通照嬰儿也好 照什么都好 就这样刷就看到了 三维是有什么分别? 这个三维的意思就是 通常超声波是一个平面的图 我们做一个螺旋 或者是一个横直面的图 如果我们看整个直处 一个横直面是不够的 我们可以想像 把超声波的弹头放在直处上来 超声波穿过去 可以看到骨头 肌肉 但只有一个平面上面 如果我们看完整个直处 我们必须做一个三维的授描 如何数据呢? 就是我拿着这枝波的 碳头从下面一直 锁到上面 我们可以拿到这么多图 但是重要的东西 就是这些图里面 有了骨头的损失 肌肉的损失 但是我们为什么拿到一张图呢? 例如X光A人 可以表示 小朋友直处左右弯曲呢? 这个里面 就有很多我们自己认识的 一些计算方法 这个就是我们的重点 是否有意思 其实你们是掃描一个平面的图 继续搭上去 是的 没错 当我们只是搭上去 其实我们也看不到弯曲的程度 因为骨头是被遮住的 用上面的软粥脂和皮肤 所以我们的做法 要把皮肤和软粥脂 拿走一部分 就是用了算法去做 是的 用了算法去拿走 拿走之后 还有另外一个算法 将我们做投影的算法 将这个图 类似X光A人的形状 才可以看到骨头的形状 但是这个中间 其实我们都有很多专例 其中一个专例就是 你为什么可以 拿到骨头的形状 因为大家都知道 比超星的应用 都是软组脂的 很少用骨头的 这个上面 我们主要用了一些特别的方法 是拿骨头 是超星上面的阴影 因为超星看到骨头 它是被遮住的 背后就看不到 我们反而利用这些阴影 是拿到骨头的变现方向 同时都可以利用骨头反射的信号 或者是讯透 因为图像 便印尽我们上下一个图 所以如果普通超星波 它们就是看到骨头 但分辨不到它的阴影 还是怎么样 是的 它可以看到只是一个横尖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骨头表面有点反射 除此之外其他都看不到 后面有一堆阴影 但是它只有一个围子 我们的三围有很多围子 所以它会突上去 明白 好 如果是想问 其实我们出来 用三围超星波 刷明了脊骨的形状 和X光去检验的分别是什么 分别是X光 我们知道有一个特别是房间 通常是屏蔽的 不准X光出来 之后做一招就可以了 我们的超星波 最特别是其他地方 跟其他超星波一样 我们就把超星的啫喱上去 之后初造型就是 在它的背上 所描上去 这个图是啫喱 所以人体的背上 又露了出来 所以这些特别的衣服 它会遮住 遮住前面 直到后面露了出来 所描出的 之后 我们便会拿到所有图 之后 又会通过特殊的设计 在电脑上 我们便会显示 这个图 刚刚你提到 X光可能需要一间特别的房间 其实超星波一样提到 其实没有地点的限制 可能就这样 我们的部机在后面都已经做到 其实是 那个好处在哪里 是的 你说得正硬 而且超星的好处 因为它没有辐射 所以人口特别都可以使用 甚至乎我们在学校里面都可以使用 或者人口诊数都可以安装 总之在其他地方安装就可以了 它做出来之后 有些好处都是直接可以看到的 可能X光有些时候要等一段时间 我想要多久 如果掃描出来到我们有个成像的话 是 通常掃描 我们是一个小孩 如果大家的整个倍数 大概30秒钟 数完之后 其实我们会有几张图 是代表不同的深度 的头影出来 立即可以看到 看到之后 可能就可以被医生做参考 事实上在数秒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影像 一些一点的索去 一边索去 一边索去 已经数过的图 出来给数个人做参考 数得好不好 其实我们一扫完 就立即有成像出来 对 明白 我想问准确度 可能大家最关心 都是 X光用那么久 我们三维超升波出来 准确度差多远 这里我们从两边讲 如果出来的图 很类似 但是 它最关心的是 最终极弯 我们关心它的角度 最大的弯是多少 我们很多研究都已经证实了 包括其他小组做的研究 也证实了 那角度的计算 超升波做出的结果 和X光的结果 是完全可以弊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 从这个方向来说 是一样的 但是X光上面 可能还可以看到其他东西 因为它可以穿过骨头 但是超升波是穿过骨头 所以骨头后面的很多东西 是看不到的 有什么例子 有什么例子 有什么症状 可能X光都可以看到 比如骨头中间 假设有个肿瘤 我们虽然是看不到的 因为虽然是用不到的 但是X光就可以看到 然后再说一下 为什么会有手提版的现身 因为我看到这部机器已经很完善 刚才说到可以在很多地方设置 为什么还有一个想法 会做到一部便攜版的出来呢 这是我们一直跟外面的用户 聊天的过程中 大家都留意到 其实真真正正的测试 我们需要不同的场景 在医院里面是一种的 另外一种 现在越来越需求是测试 做测试 早点知道 香港其实也有做测试的机构 例如儿童的健康中心 他们可能还要趴一下 看看他们有没有边缘的情况 这些通常是比较初步的 如果他发现有些问题的话 他可能会转嫁 像X光的 但是他是不是真的接着测试 我们是不知道的 如果中间假设有个方法 可以测试到 他真的要接着测试 甚至跟进会好很多 但是现在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 可以做到的 所以我们觉得 有需要有一部便区式的机构 任何地方都可以用的 包括健康中心 甚至乎学校都可以用 而之前那部机构 是相对比较大一点的 虽然在学校都可以 但是始终没有那么方便 现在我们开发了一个 新的设计机构 任何场合都可以用 而且你也可以用得更加便宽 因为是很小的 很容易用的 但是他这个速度和准确度 和大部的分别有多大呢 我们从准确度来说 我们都已经做了研究 结果显示 小机出来的角度的信息 和大机出来 其实完全很低 所以从这方面准确度来说 是很准确的 第二个就是 因为它的便宜色 最主要的好处是 可以戴上人口的用 唯一一个我们都留意到 因为大机我们做到这么大 其中一个原因是 为了支持小朋友 站在那里的时候 不要约束太多 因为我们刚才也说过 照X光很快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大概有30秒钟时间了 在做30秒钟时间里 所以我们正在不要约束 要约束会有少少干扰 但是小机因为没有其他东西 所以我们在测试的肢体上面 我们在站姿上面 有一些特别的要求 小朋友可能是特别的站在那里 当然我们也有些标准的企划 给使用者 这个可能是要使用到 一个特别小身的地方 其实现在香港有哪里 已经在用你们这个科浪 我们是二间大学医院 都在用的 一个就是根德夫人的儿童医院 这个是跟香港大学医院相关的 另一个就是 中国大学医院相关的 就是威尔青隆医院 这个我们已经用了很久 最初我们开始做认证的时候 就开始用的 除了这两间医院之外 他们是用来做什么多价 是 他们一方面是做研究 但是另一方面 都开始用在能床上面 差不多每个小朋友都去做这个上面 另外一件事 我们开始用很多其他诊素 都会用的 最初就是我们有一个 理工大学的 翠茂奥医院的康复科技诊所 他们那里的作品 有特别的 除了他们用大机之外 他们现在都在使用这部小机 那四部小机要拿出去 去学校里面做测试 掃描完之后 如果那边发现一些 他们有一个大小朋友 就去大机去做检查 但是会否知道他们 其实已经去到哪里做检查 以及大概流迹的进度去到哪里 是 他们基本上要去跟小学和中学俗 例如高班的小学生和中学生 一起去分别去做一些检查 去的时候通常有一班 一班这样做的 对了 做一班里面先用一个简单的 四部线 做完之后 如果他怀疑 他要自己周安的 当场就要用皮柜式的三个小精波 在那里数 锁完之后就去分流 如果是很严重的 可能直接介绍他去医院 但是一般的 他会回到诊所 最记住用大机的掃描和跟进 好 这次时间是这么多 下次回来再谈